请大家和我一起打开利未记第23章 利未记第23章 我们会先读第一节到第八节 找到我们一起慢慢读 利未记第23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语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的节旗 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旗 六日要作功 第七日是圣安息日 当有圣会 你们什么功都不可作 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耶和华的节旗就是 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 乃是这些 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 是耶和华的逾月节 这月十五日 是向耶和华守的无教节 你们要吃无教饼七日 第一日当有圣会 什么牢鹿的功都不可作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 第七日是圣会 什么牢鹿的功都不可作 二十三章是很长的 你见过后面那一页 总共有四十四节 这一章的经文 如果你看看标题 你都会马上发现到 当首的节旗 安息日 无教节 五秦节 属罪日 住棚节 和合本的圣经 有这些分段在书 我们讲过 你还记得的核心 在十九章 十九章其实内容很丰富 上一堂我们前个星期 我们能够集中去看的 其实只是十九章的第一句说话 或者说在那十六段的经文里面 重复了十六次的这一句说话 我是耶和华 十六章的周围 旁边两旁 十八和二十章 我们提过 就好像一对的 终将棋 是吧 视将这样 就围住中间的核心 所以十八章所讲的 和二十章所讲的 好像一块镜 那样对照的 上一堂我们也跟着看下去 看完第二十一章 其实也都连在二十二章 这就讲到祭司 在民中既然做领袖 就有一些特别的吩咐 是特别针对祭司 我们比较祭司和大祭司 他们要遵守 或者说他们要顺服 上帝的吩咐 我们发觉 顺服的主题 仍然是贯穿着 利未记的经文 祭司的领导 是从顺服 那一句开始 所以那句不是说管理 不是说管理 不是说管理 那里是说管理 那里是说管理 那里是一个榜样 在顺服上帝的事情上面 作众文的带领 首先顺服 带头顺服 那接着来到二十三章 就讲节旗 这节旗 有什么意思在里面呢 二十三章 很明显一个新的段落 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 然后就讲明 接着下面要教以色列人的 就是耶和华的节旗 是他们要宣告 为圣会的节旗 我们都解释过 神圣这个形容词 就是分别出来 这个日子 是为上帝的 正如在会幕里面 那些的器皿 归耶和华为圣 他们是神圣的 他们是圣结的 物件没有道德的 那怎么神圣 怎么圣结呢 首先最基本的意思 不是讲道德的 基本的意思是讲他的用途 他不可以用在其他的用途上面 这些的器皿 祭司家里煮饭 他不可以借过去用一会儿 洗干净 他拿回来的 那不行的 只是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讲法 exclusive 只是为上帝用的 那叫做归耶和华为圣 所以这些的节旗 这些的日子 是神圣的 因为他们是为上帝而用的 新约圣经 保罗讲到成为圣结 后面那四个字 你都会背的 合乎主用 圣结不是自己干干净净的 藏在玻璃盒里面 Airtight 跟外界隔绝 一定没有那些细菌 不是 是给上帝用 单单给上帝用 不为其他的用途 那这个是圣结 聚会 这个节旗 是上帝的子民 他们会聚集在一起的 所以过节 就不是私人的 不是自己的 不是你去退休 去退隐 去静修 各人 躲在一个山洞里面 过节 就是一个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 就是中国人的传统 我们的习俗都是 在过节 我们一定要走在一起的 所以 小时候年初一 大家回到老人家的家 接着大舅舅就会说 我先走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全家 就会去大舅舅的家拜年 接着第二个兄弟 又说 我又早点回家 预备了 所有人又去第二个 就是二哥的家拜年 很无谓的 就是逼来逼去 又要这样那样 拖男带女 但是那个聚会的意思 那个聚集的意思 年三十晚吃完团年饭 年初一又去拜年 年初二又开年 天天都这么见 那做什么呢 那个聚会 在这里提出来 神圣的 聚会的 这些的节旗 利美的二十三章很长 里面所说的节旗 很详细 交代当中要做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在摩西五经里面 讲到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 他们要守耶和华的节旗 还有其他两处的吩咐 利美记是中间的部分 创出利文新 在第三卷书 他之前 如果你揭开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第十九章 就记载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 第二十章 就记载以色列人领受十届 二十一章 到二十三章 就是三章的上帝吩咐的 戒命律例 典章 然后二十四章 上半章就讲摩西 代表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 有些血 有长老 有祭坛 然后就在这个立约的过程当中 二十四章第七节就说 摩西章立约的书卷 约书 The book of the covenant 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有个文件的 文件不是签名 文件是戒命 是吩咐 是以色列人要遵行的 所以在十八章开始的时候 上帝问过他们的 你们要不要做我的百姓 然后去到二十四章 他们听完了上帝的吩咐之后 再问多次 二十四章出埃及记 第三节 摩西落山 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 述说给百姓听 众百姓齐声回答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一定遵行 这个约书 就当然是前面 由二十章开始 到二十三章 十戒 跟着三章的经文的吩咐 里面有提到 守耶和华的节期 在二十三章出埃及记 第十四节到十七节 你打开 我读给你听 很短的经文 你留意到 比起利未记 二十三章 短很多 利未记是四十四节 这里是四节 这四节怎么说呢 《书记》第二十三章 十四节说 一年三次 你要向我守节 哪三次呀 第一 十五节说 你要守随教节 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亚不月内所定的日期 吃无教饼七天 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因为你是这月 出了埃及 第二次呢 十六节 又要守收割节 所收的是你田间 所种牢笼得来初熟之物 并在年底 收藏 要守收藏节 这个十六节很长 但其实呢 一讲已经讲了 两次守节 如果你再看清楚一点 黄合本呢 要守那两个字 旁边有小点的 原本没有的 原本十六节很简单 就是说 收割节 收割节是什么呢 就是收割你田间牢笼 种得来的初熟之物 然后呢 在年底的时候 收藏 就是收藏节 这个所以已经三个了 随教节 收割节 收藏节 一切的南丁 一连三次 朝见主 耶和华 朝见上帝 就是聚会 圣会 神圣分别出来 那个日子 这样的意思 很简单的 三句说话 就将一连三次 守节 交代得很清楚 第三段的经文 就是在《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 就是《生命记》 你打开《生命记》第十六章 《生命记》第十六章 《生命记》说的是《如月节》 如果看无学本的标题 七七节 住棚节 你说 刚才《《摩西五经》第十六章》 不是说 除教节 收割节 和收藏节 为什么变成《如月节》 《摩西七节》 《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 是不是说六个节旗 如果你详细看 我们没有时间了 这些是《摩西五经》 很好的材料 慢慢做比较 你会发现了很多很有趣的资料 在当中 不过今晚我们不是要做这些比较 事实就是 其实《尼未记》都已经交代了 刚才他读过的了 《正月十四的黄昏》是《如月节》 《第二朝十五》 其实都不是 因为十四日晚就开始第二日了 有晚上有早晨 所以其实同一日 完了《如月节》的晚餐 接着就是《无教节》七日 所以《无教节》和《如月节》 是同一件事 一年三次 这个是第一次 然后《修割节》 和《七七节》 其实也是同一件事 因为在《尼未记》 称这个五秦节 五秦的意思 就用了中文的 或者用了新约的所谓Pentecost 就五个十日 其实呢 照旧约的计法 就不是计五个十天 就是计七个七日 七个安息日 七七四十九日 然后之后 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 《尼未记》二十三章十六节 那里总共五十天 这样计完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来搜这个 在《尼未记》叫五秦节 在《生命记》叫七七节 在《崔埃及记》就叫修割节 所以第二次的节旗 有三个不同的名字 《七七》和《五秦》 都是用数目字来计算 但是《崔埃及记》说 这个其实是讲修割的 在夏天的结束的时候 最后一次 《尼未记》称为住棚节 《生命记》称为住棚节 《崔埃及记》 就叫这个做收藏节 其实你又看清楚一点 无论《尼未记》 《生命记》 讲住棚节的时候 都是从收藏开始讲起的 譬如《生命记》十六章 十二节说 你将和祥上面的谷 和酒收藏了之后 就要守住棚节七日 《尼未记》 也都是同样提到 你们收藏地的出产 我读着二十三章 三十九节 收藏了地的出产 就从七月十五日起 守耶和华的节期七日 这个就是住棚节 这么详细地去比较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发觉 因为有三段的经文 这样来介绍这三个主要的节期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比较当中 我们发现到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 最简单的记载 《尘埃及记》 简单当中 其实是反映出这三个节期 就是一个农业社会 他们每一年运作的开始 高潮和总结 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要用今天如果说我在学校里面工作的 开学礼 考试 然后毕业礼 那你明白了 是一个循环来的 每一年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 循环首先是由徐教节开始 然后就有修成 修割 接着呢 秋修 就是东藏 这个是中国的农历 但是我们讲过了 巴勒斯坦是地中海气候 所以他们的收割 和他们的收藏的季节 不一定是秋天和冬天 不过这个农业的循环是一样的 每一年他们的生活 就是好像一年的循环 又再循环又再循环 起点 除教节 跟着杀种 然后耕种之后 有修成了 很高兴 收割节 接着呢 收割完 搞定了 就过冬了 就是收藏了 你可以说stock taking 盘点清货 冬主就关门几日 那就过年了 又有一个新的开始了 这个是每一个人 在他的生命当中 的那个 你可以说不断重复的循环 学校的生活就清楚一点 学校的生活就清楚一点 公司都有的 连结 赶货 落船 接订单 又有一个系统的 你做财政 做会计 报税 又有一个系统的 教会都是 开年会 那个月替 那个calendar 的意思就是 其实将我们的生命 每一年 就是每一个循环 在那树上 好像标明了出来 当然 拉长去看 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个人生都有春夏秋冬 刚刚过了去的 我们一月份的密集课程 我们请了 麦希真牧师来教 他说 教牧人员 事奉生命的春夏秋冬 春天就是 刚刚神学院毕业出来 朝气勃勃 接着到夏天 很有成果 有秋天来着 接着有冬天来着 生老病死 就或者不是那么好听 但是现实是这样的 生命不是永远长青的 是吗 长青树是圣诞树 是塑胶的 你种兰花 现在开到很漂亮 是吧 但是持几个月 那些花就借了 那你要懂得 在最后那朵花 之前一串 要剪掉它 接着又要落肥料 接着等明年 它又再生过 这个cycle 这个循环 是从春埃及记 那个最简单的记载 是一个农耕社会 的每年的循环 今天我们不是活在 一个农业社会当中 所以我们的非典型 肺炎这么严重 如果在农村社会 就简单很多 但是我们在城市里面 又不准出街 又要去个clinic 报道 那你怎么去呢 在城市当中 就是很矛盾的了 人和人见到面 碰一碰 那个升降机的制 都会惹到的 这个是城市生活 我们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面 都有循环的 或者这么说 人生 无论在什么的处境当中 那个生老病死 都是一样的 有一首文歌 是英文西方的文歌 记载一个人出世 洗礼在教堂里面 结婚行礼在那间教堂里面 然后跟着 到他的太太生儿子 到儿子洗礼 又在那间教堂里面 当然说应是洗礼 到最后他死了 那个葬礼 又在那间教堂里面 这首文歌的副歌 重复那个reframe 就是主吐文 每一次的典礼 大家都一起念那几句主吐文 这个是一个人生的缩影 就是教会生活 不是说我们三年五年的运动 就很成功 很多人来 但是跟着呢 当他们读完书读完大学 出去找工 跟着北上 没有了 不是的 其实放长一点 从这张眼睛来看 香港的教会都可能只是大部分在第一代 如果去到西方的教会 很多人已经是很多代了 人家去到教堂的旁边 那个墓地那处 他数得翻 他四五代的人都撞在那里 生命 就是这样 从春夏秋冬 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 生命记和利未记 都将本来 在春埃及记 反映出一个很单纯 只是反映出人生 那个运作的循环 但是去到新永记和利未记 就无交节 就变成如月节 收割节 就变成五秦节 然后收藏节 就变成住棚节 用个名来说 你的印象会清楚一点 如月节就不是讲春天了 如月节的意义 就不是讲一年之计在于春 新年了 新愿望了 大数除了 我们turn a new page 不是 如月节讲什么 利未记那里讲得好 这个是上帝 带你们出埃及 这个是纪念 生命记那时候就这么讲 纪念上帝 带你们离开埃及 所以如月节所代表的意义 就不再是人生的循环 这么简单 就是说在你的人生当中 原来上帝做了一些东西 上帝拯救你 上帝带你离开黑暗 离开做奴隶 记得我们说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 围炉之地领出来 本来是收割节 但是变成五秦节 但是变成五秦节 犹太的拉比很聪明 他说你由如月节 计回五秦节 这样计法 就刚刚是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去到西乃 大概的时间 所以收割节 五秦节 其实是纪念 上帝和他的子民 在西乃立约 又不再是一个农业的运作当中 就是那个循环的一点 而是上帝和他的子民 彼此的关系 上帝颁布戒命 作为上帝的子民 他们从上帝那时候领受律法 律法要来做什么 保罗说得好 作犹太人有什么好处 做神的子民有什么好处 大有好处 这个不是马太福音 希伯来书 那些犹太色彩好龙厚的 新约经卷讲 这个是保罗写 罗马书 最成熟的神学 的书卷里面 他提到 作为神的子民 第一个好处 就是他们有上帝的启示 讲的就是 西乃 领受十戒 领受 The Book of the Covenant 领受上帝的 戒命律来典章 你又可以看见 在一个人生的 春夏秋冬当中 来到这些节旗 本来是收割 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投资 有回报了 但是 经文说不是 最开心的事情 是上帝 和我们立约 上帝 将他的戒命 教导他的百姓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成为他的子民 我们领受 戒命 律来典章 大有好处 保罗讲的 然后去到住棚节 本来只是抽收东藏 年底 就是take a stock 看看今年赚舍如何 做一个存货检查 不是 住棚节 是你收好所有东西 就出来七天 不要在家里住 在家门口 搭个很简陋的帐篷 做什么 经历在旷野漂流的生活 很大的对比 本来东藏 耶稣讲的比喻 记不记得 那个无知的财主 他大有修成之后 他说 灵魂啊灵魂啊 你可以安享下半世了 我们广东人说 打批脚都不怕了 我要盖更大的仓库 来容纳我所能 我要收藏好的 你take a stock 发觉虽然经济不景 不过我的基金 我的债券 全部都有很好的回报 我可以提早退休了 但是经文提醒以色列人 在这个收藏节的时刻 他们要告诉自己听 他们在旷野漂流 这世界非我家 我无一定住处 有人说这是坏鬼神学 如果只是一面倒 忘记了这是天父世界 那就坏鬼了 不过反过来都可以坏鬼的 今天我们基督徒很成功了 在这个社会上面 我们享受一个 很富裕的生活 很安乐的生活 于是我们要求上帝 给我们长命抹水 于是我们要求上帝 保佑我们人人肺炎 我们不肺炎 于是我们要求上帝 成为了我们的成功 和安乐的保证人 上帝从来都没有做这件事 在以色列人最安乐的 那个节旗里面 经文教他们 你出回来 住回在一个 好像那四十年 在旷野漂流 这样的生活方式 你告诉自己听 你未曾到英许美地 不要以为藏得几个崩 灵魂啊灵魂啊 你就可以安乐了 那个不是真正的安息 如果你以为真正的安息 就是在那几个崩那里 这个是无知的财主 上帝怎么说 无知的人 今夜我拿你狗命 不是这么说 圣经是吧 都是很不客气的 今夜我就要拿你的性命 你所藏起的 又归给谁呢 任意君大法官的判斥 有没有看过 不要说哪个case 在最稳妥的时候 那个节旗 原来提醒我们 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我们的家 不在见得到的事情上面 我们的盼望 不在我们手上 能够掌握的财富之上 不要搞错 以色列人在加南地 他们一样要随教 他们一样要收割 他们一样要收藏 所以利未记说 他们守完如月节之后 跟着就是无教节 圣经不是说 你不用上班 你不用耕种 你是上帝的子民 永远就天天早上有马拿 在你门口 好像送牛奶 放两支在那里 不是这样 他们是需要在他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但是他们不要被他们日常的生活困住了 他们的眼光 他们不要以为 他们是跟普通香港人一样 就是尽量挥银 赚得多一点就开心的了 不是的 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 不在这个 见得到今世的安入上面 这个节旗 是有一个这样的双重的意思 用耶稣在约翰福音的说法就是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求你保守他们 不要属于这个世界 今天不是要求上帝 把我们香港基督徒 谁灵性得到百分之九十 就将他摘了去 于是他就永远在一个很纯静的 很宁静的境界当中生活 耶稣基督大祭司在天父右边 祈祷为我们祈祷 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仍然要除教 我们仍然要收割 我们仍然要很辛苦赶货落单 仍然要做连结 仍然要大数除 所有的东西都要做 香港人要做的 我们全部要做 但是在过这些节旗的时候 如果我们又只是停留在 所有香港人在做的心态上 那我们就有问题了 所以不要说这些神圣的节旗 不要说那些旧约 不知道什么来的 除教五巡 住牌 说今天我们熟悉的节旗 我们怎么过的 请问你怎么过圣诞节 很奇怪 圣诞节已经变成了香港人的节旗了 连复活节也是 九七回归的时候曾经争吵过 因为佛弹的出现 有基督徒写信就抗议 就说香港政府不应该将某一个宗教的节日 强行加诸全港市民头上 那谁一直在做这件事呢 其实是基督教 所以那时候我们不应该抗议佛弹 我们应该全体基督徒上书香港特区政府 取消圣诞复活节假 那就是公平 但是香港人不肯 不是基督徒不肯 所以很安乐的 很大安慰 这句话你懂得听才好 香港人说那个long weekend 难得的长假期一定要保留 好了 请问香港基督徒怎样过long weekend 还有一样去旅行 还有一样又是这样过 平时做到职势这样 哎呀就是看着long weekend做人 那就正是过着随教节 收割节 收藏节 你不是过着逾越节 你不是过着五秦节 你不是过着住棚节 你怎么过年的 过年没有什么神圣 不是圣诞 不是复活节 本来随教节 收割节 收藏节都没有什么神圣的 你怎么过冬节 你怎么过生日 你怎么过父亲节 母亲节 儿童节 秘书节 现在我们崇拜主 崇拜很多节旗的 我们将社会 这个secular 逐世 不是世俗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将外面社会的节旗 全部拿进来 但是圣经叫我们做什么呢 圣经不是叫我们去过节 这么简单 圣经在问我们 如果这些节旗 是代表我们的人生 代表我们的生命 代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一些很重要的时刻 你过同一个时刻 你有没有看到 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 做了些什么 你有些什么不同了 人又过生日 你又过生日 人又吃一餐 你又吃一餐 是这么多了 那不够的 作为上帝的子民 他们不是不用过节 以后我们没有圣诞节庆祝的 每个礼拜回来都是一样的 主汉天天都是一样的 随便拿着圣经出来 这样用 可以过节 应该过节 因为你记得十九章 我们那次没时间讲而已 那十六段的经文 用同一句话来结束 但是那十六段的经文里面所讲的 是我们人生 是我们的生活 是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同的事物 我们就很喜欢这样分类 到今天你打开任何一本 旧约的参考书 任何一本主要学的课本 他都会告诉你 上帝的界名可以分开三类的 有些是道德的界名 有些是礼仪的界名 有些只是仪式上 今天不需要遵守 道德的你要遵守 谁这样分了旧约圣经的界名 不是旧约圣经本身 我们上一次读的时候 记得姐妹读那段 你还没记得 你还没记得第十九章 上半章最长的一段 上半部分讲宪制 下半部分讲收割的时候 不要拿掉所有的果子 要留给穷人 礼仪的宪制 和道德的命令 是同属一段的经文 的上下半 你还没记得 没有这样分 cultic laws moral laws ceremonial laws 这些只是象征意义 预表意义 这些才是要守 我们甚至去到十界 我们都是这样分 我和你们讲过 不用守安息日 因为那个只是犹太人 圣经不是这样 他没有分割的意思就是 生命的全部都是属于上帝 上帝如果是我们的上帝的话 就不是只是回来教会 那七日的主日 才算是上帝的 而是你一年365日 你的生命的循环 你的生、老、病、死 都是属于上帝 如果我们的人生 是能够这样结合 一方面是在世界的生活 我们都是要考试 我们都是要读书 我们都是要找工 我们都是要上班 我们都是要这么辛苦 我们都是要朝七晚十一 是 做基督徒 没有特权 我们可以享受 早上灵修完 然后才上班 然后每个礼拜 我们有两天退休 安静在神的面前 没有 所以有时候 我们坚持要过一个这样的生活 就很奢侈的 但是在这样的生活当中 我们又不可以容许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停在一个这样的限制里面 只是看着杀种 收成 收藏 又杀种 又收成 又收藏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透过节旗 我们提醒自己 我们是属于上帝 所以杀种的时候 我们说了如月节 在新年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想起 我们新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 在生日的时候 你庆祝哪个生日 只有两个choice 新历 旧历 你庆祝你受洗那天 这些不关事 为什么不关事 不要选择那天 你在你生日 摆大寿的时候 你会不会站起来 说两句见证 我不会说的 牧师来帮我说 牧师有他的生日 有他的大寿 在他大寿的时候 他说他的见证 今天是你的生日 是你的生命 是你在人生当中 过了六十年 过了八十年 上帝给你恩典过到九十岁 你是不懂得说话的 没问题的 人人都知道 你是不懂得说话的 那你说两句 才震撼 你说什么 你又说回报纸上 那些 还是你说上帝 怎么带我出埃及 上帝怎么教导我 走在他的路上 上帝怎么呼召我 我的盼望在哪里 你肯这么说的时候 你那个生日 在你那帮朋友 不是教会的弟兄姊妹 是那帮一定不来教会的那帮 是平时约你打麻将那帮 不是约你去教会 三家报道会那帮 你试下想想 在这样的大寿的 摆走的场合里面 会引起什么的反应 过节 利未记提醒我们 属于上帝 神圣的聚会 一个这样的结合 来表明我们的身份 所以其实又不是这么复杂的 不是叫你日日都去这么说耶稣 恕我这么大胆地说 不是叫你日日都带着本福音单章 见到你的同事 partners 做生意 就拿出来读给他听 没有 我小弟就来五十岁了 人生过了半了 已经 敬地薄着 在某某酒楼 请你来赏面赏面 不用送礼了 当然送了 每个人都来 你叫他报道会 他不来 我们礼言会 我们教会 好好讲完 关他什么事 他很忙很忙 不好意思 你请他来 受言 他推你 没有朋友做 来到又是 高高兴兴 这道菜好吃 那道菜不好吃 士仔的面口好 这里的冷气很冷 又完了一晚 怎么过节 怎样庆祝 其实时间足够了 这一章很丰富的 不过我们都没有 只要好像在十九章 停在第一章 刚刚入门而已 以色列人过节 不只是高兴 所以你留心看 在他们的节期当中 也有些很严肃 甚至是很哀伤的日子 喪礼 我们的文化就很忌忌 我们不讲死亡 所以 神学院曾经试过 好像西方人 特别是美国人 你劝人立遗嘱 将他不在书 才捐钱给神学院 大吉利时 开口就没有很收场 我们不讲的 这个上一辈 我和你这一代的基督徒 我们讲不讲 都不讲 我们又停留在收藏 我们不讲住棚 住棚节就讲了 你的盼望在哪 为什么我不 plan 我自己的安息礼拜 大吉利时 你现在都拿了一张 驾驶执照 都填了的了 你要捐不捐器官 是吧 接着你 立违据的了 如果你有小孩 应该做的 是吧 你经常坐飞机 那容不容易 为什么你不做这种呢 在你人生当中 最后一个gathering 你所有的老友一定会来的 是吧 他不来就不是你老友 那些不是老友都来的 那些敌人都来的 是吧 没事的 他只是安乐而已 他来坐在那里 他不走的 他来崇拜 他会早走 他又不迟到 又不早退 坐足在那里 那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所以你又不知道 谁会出来说话了 说什么你又不知道了 是吧 你想说什么 我想录定音 是吧 我想我说 我现在在哪里 我是不是不怕死 我怕 但是我的盼望在哪里 你们呢 牧师说就很残忍的 是吧 牧师不能说这句 为什么躺在树那个人不能说 我希望再见到你们每一个 在天上 powerful 就是这样的gathering 这样的生老病死 这样的见证 又恕我很大胆地说一句 好过你平日拿着一本读读给人听 我们不做这些东西 我们不懂得过节 于是我们就给个殯儀馆那个人 决定我们怎么搞那个丧礼 他去唱 他去安排 他在那里喊生喊死 又在那里宣布 谁听电话 我怎么一定要在殯儀馆里做 好 我不抬个棺木进来教会 我不可以在那里追思礼拜吗 我不可以在一个地方上面 将荣耀归给神 将盼望讲出来 这世界非我家 感谢上帝 我享受了天父所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事物 现在我在更好的地方 等着和你们相聚 在那边点名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个把握 我希望你有 再见 很powerful的 这样的过节 所以很多东西可以看 不过 我记得这个是尾伊的课 所以我们要 move on 李美基完全不是沉悶 过气 古老 以色列那些无聊的 那些礼仪 我们不需要遵守 你这么一看 You've missed a lot 错过了很多 损失了很多 其实他教我们 有血有肉的 来做一个上帝的子民 不是好像sales这样的 不是硬消我的信仰 就是在我人生 我重要的时刻 我见证 上帝 在我这个人生的春夏秋冬当中 他做了什么 不缺制的 不呼召的 不用的 是吧 就是你不需要在你录音机最后那段 请大家走出来 那不是那个问题 但我相信这样的见证 黑骨铭心 在那个时候 你说盼望 你不是说怀念 差很远 但不是由牧师说的 是你的生命 是你 虽然死了 仍旧说话 记得希伯来书怎么说阿伯的生命 24章和23章 大概可以 算是 一个的题目 连下去 不过 我要承认 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处理 所以我们跳下去 第25章 25章 仍然是讲着一些日期的问题 你还记得25章 如果你有看和合本的标题 就安息年 1-5节 欺年 6-22节 然后就讲欺年底下 有些不同的条例 属地 属住宅 是吧 怎样借钱给穷人 等等 最后 又讲了 47-55节 讲到 外人寄居 弟弟兴反而穷 佛又如何 我说25章和23章 为什么会一起讨论呢 就因为 其实 这两章的经文 有一个很明显的 相似的开头 你看看23章 讲节旗的时候 第三节 很奇怪 他先讲安息日 安息日 是不是节旗呢 真的拗了头 因为 第二节就讲 你们要 晓语以色列人 耶和华的节旗 宣告 以下是 为上帝 分别为圣 聚会的节旗 但第四节又说 耶和华的节旗 是这些 所以安息日 那个身份 有点 又是又不是 他是节旗 之首 但是他又不是 属于耶和华 宣布的 为圣会的节旗 安息日 有圣会 安息日 不可以做工 安息日 是要向耶和华 守的 这个 就将他 跟节旗 摆在一起 不过 安息日 的特点 就是 他不是 一年守一次 他是更清楚地 将一个人 那个连续下去的 工作 或者 寻食 的生活 将他 断了 在安息日 那天 他什么都不可以做 他不可以做 这个安息日 最重要的吩咐 唯一的吩咐 他不可以做 他平日 六日 很牢牢 在做的 在安息日 的吩咐上面 不是平日 做的那些 不重要 千万不要有 这样的误会 所以 在窗埃及记 其实 如果你看回 上帝吩咐摩西 怎样做 会莫 的教训 去到 结束的时候 即是 会莫 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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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最后 上帝 教到最后 做会莫 的结束 是教摩西 守安息日 三十一章 春埃及记 结束 十二节 到十七节 犹太人的解释 就很清楚了 犹太人说 就算做圣工 都要遵守 安息日 我们不是很喜欢 这个吩咐 就是千万不要开会 立刻就这样问 我们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安息日 不是说平日的东西 不重要 张亚及记 三十一章 就断了这个想法 但安息日 很清楚 告诉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多重要的事情 都好 你不可以 没有了 上帝 那个的 同在 上帝 的临在 上帝 的同在 是 压榨一点 这么说 六日 你就要停一停 来再一次提醒自己 好像 叉了脚下来的 我好忙 我考试 不行 我赶货 不行 我做圣工 我赶回幕 上帝 做不起回幕 没有地方敬拜你 不行 安息日 二十五章 又从 安息年 开始 讲起 读两句 二十五章 那书 开头的时候 说 耶和华 在西乃山 对摩西说 你晓语 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 我所赐 你们那地 的时候 地 就要向 耶和华 守安息 六年 要耕种 田地 修理葡萄园 收藏地的出产 第七年 地就要守 圣安息 是向耶和华 守的安息 不可 耕种田地 也不可 修理葡萄园 为乐 自掌的 庄价 不可 收割 没有修理的 葡萄树 也不可 摘取葡萄 这年 地 要守 圣安息 地在 安息年 所出的 要 给你和你的 牧人 疲累 故宫人 并寄居的 外人 作食物 这年的土产 也要给你的 生畜 和你地上的 酒售 当食物 这是很奇怪的吩咐 因为如果你说 这个是很环保的 这个就是 六年你耕种 第七年你就落花肥 结果就 种毒了 所以这个是有机种植的圣经根据 不落花贺肥料 就等地去休息 如果只是这个原因 你就解释不了 为什么第七年的出产 主人不可以照常 当是自己 地是要休息 这个只是第一点 安息年 最激气的地方 就好像安息日 最令我们激气的地方 就是 那天的二十四小时 我不可以做 我很需要做的东西 那个叫安息日 安息年 就是那一年 所有的出产 地的出产 不是我的 你不可以去耕种 你不可以去修理 你不可以去修改 其实你不耕种 你不修理 他一样有出产 就以葡萄园为例 他一样会结葡萄 那你就眼白白 在你家的窗口 看着你的葡萄园 就每天 就是什么人来拿呢 就是那些 那些仆人 妃女 故宫 飞庸 太庸 印庸 拿中环那一班 还要在顺德 在哪里 还要排队下来 七日游 就来这里择 那些东西不是他的 啊 good question 那些东西是谁 我的嘛 特地是我的嘛 六年是我在耕种的嘛 经文说 so what 你看下去 十八节 上帝继续讲 我的律例你们要进行 我的典章你们要紧守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上安然居住 地必出土产 你们就要吃饱 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你们若说 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 又不收藏土产 吃什么呢 上帝说 我必在第六年 将我所命定的福赐给你们 地会生三年的土产 第八年 就是过了第七年的安息年 你们要耕种 但是同时 你们会吃旧的粮食 第九年 到出产收成的时候 你们还是吃着 第六年 剩下的粮食 上帝知道我们在问什么问题 经济是谁决定的 我 我们不用想了 我做多少 我就赚多少 上帝说不是 地的出产是谁决定的 地是当时的经济 所有人都是在地里面来收成的 地的出产是上帝决定的 就好像玛娜一样 去到第六日 明天安息日 上帝说你执相陪 那不会烂的 平日你执相陪 我明早睡晚一点 就会烂了的 上帝这么小气的 其实谁决定的 谁决定的 在你的一生当中 你的经济是谁决定的 我的背景 我的家境 我的家底决定的 我的勤力决定的 我的学位决定的 我的成就决定的 李美基提醒我们 地是属于上帝 所以二十三节讲到 欺廉的例 就是那个定例的时候 他说地是不可以永远卖给人的 因为地是我的 因为地是我的 你们在我面前 是客旅 是寄居的 经济 是属于上帝 这个我们真的要 由头学 人是经济的动物 我们虽然 唾弃共产主义 但是我们接受了 马克思的思想 经济是下层建筑 是基础 人人没有经济 就没有东西可以说 你说什么哲学 什么神学 上层建筑 很奢侈的 苏格拉底 为什么可以在这里说哲学 他家里有钱 香港人完全信奉马克思主义 没有钱说什么 信耶稣会不会有饭吃 很典型 很道地 很基层的马克思主义 没错的 经济是很基本的 要温饱 中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时间 可以做这么多义工 因为政府出粮 就这么简单 你从经济角度去看 经济很重要 在这样的一个信念底下 我们慢慢就忘记了 安息日 安息年 欺年 要提醒我们的一件事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不肯过安息年 旧约圣经有一个的说法就是 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被老七十年呢 就是补回他们在 在应许美地加南的历史里面 他们不肯守安息年 存在一起放 一放放七十年 等地可以安息 旧约圣经有很多这些解释 这个是不是被老的原因呢 这个不是唯一的解释 以色列人有另一个解释 用回结症不结症 我们利美基讲过了 以色列人犯罪 污染了上帝给他们的应许美地 所以要将这个犯罪的 污染的以色列人 拿走 然后等一段时间 好像你不结症 要等七日 等十日 然后你再回来 那就结症了 这个是另一个解释 所以这个解释 不是真的解释 为什么要被老 这个解释其实提醒我们 有些事情我们忘记了 在我们那个安乐的日子当中 我们忘记了 在我们不用看医生的时候 我们真的以为 我翻十个小时工 我赚了这么多钱 那些钱就是我的 直到有一天 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你就开始立刻 突然之间会醒悟到 健康不是我的 很多弟兄姊妹经历 这样的打击 这样的挫折 有些就埋怨了 但有一些 他突然间通了 上帝告诉我 原来真的是 生命不在我的手上 负资产 两间楼都没了 原来我过去一直以为 我的将来 我的退休 就是靠这两间楼 我几愚蠢 我把我的下半生 放在千几尺上面 不懂得放在 永生耶和华的手中 在神学院特别多 这样的见证 很多同学 现在读神学 就不是三十年前四十年前 我当时还是住在神学院 在长洲 我父亲在那里教 进来读神学的 都是执着两件衣服 一个包袱 哭着 视自己抵手 甘心放下 世上的享受 无名的传道者 走进来 很贫穷 现在不是了 现在大学生 出来有一份九万元的工资 在北京 现在他放下 他老婆还有一份九万元的工资 在供三层楼 妈妈那层有他工 外父那层有他工 自己那层有他工 拿着Mercedes Spence 回来神学院 这样的神学生 上帝也有办法 很多办法 我们做老师的 就是在这里 其实 大开眼界 上帝如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来教我们 是谁作主 健康在哪个手上 经济在哪个手上 学习信心的功课 是很多同学 不是在他这么有钱的时候学的 是在他以为自己有 而是上帝拿走的 很奇怪的 是上帝特意拿走的 而拿走之后 他就明白了 他所得到的 他自己说出来 是被他以前 拿到实的 完全两回事 这是第一个 安息日 安息年 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掌管 上帝的主权 你要遵行的时候 不是说六年 七年 四十九年 不是 有时不是 不是几年 不要紧要的 你没有过到上帝 跟你计算数的 给你放假的 你放心 天上那盘数 没有计算的 问题是你学不学到 有时学了 又不记得了 又要再学过 在你经历 这些的时刻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知道 甚至连一些 这么清楚的经济 都是上帝决定的 失业是一件什么事 不好彩 是我黑 我不能给上隔离那个 但失业是一件什么事 教会不说 回来 没事没事 我照常上班 美国就是这样的 那些中层管理人员 如果公司 雷尾 他当然 11点钟通知 他搭三 就找个Security 押着他出门口 但不用回家 因为公司很人道 就安排他去另一间公司上班 那间公司 就是给他电话 给他写字台 给他电脑 他可以每天照常 朝九晚五 照常开车在那里上班 有六个月 Severence Pay 坐在那里上班 骗着老婆 骗着全世界 他照常每天上班 比坐在公园好 这是美国 Lay off Middle management 最人道的做法 所以不用面对的 我仍然是Executive Look 天天早上 查古龙水 走出门口 什么是失业 对基督徒来说 那是一个机会 还是那是一个打击 你还记得这些东西 你会不会主动去放下你份工作 我们很多同学是这样的 冲了几年之后 他突然说我在这儿做什么事 我在这儿做什么 我的人生是不是这样过呢 他不知道的 他不是蒙照入神学院的 现在入神学院不需要蒙照的 你进来读diploma 一年而已 你说我想停下来 想清楚下半生 下半场 你轻说 上半场说success 下半场说significance 不用说这么伟大的 你承认我迷失了 I'm lost 我不知道我在去哪里 我家里一团租 我事业一团租 我自己健康一团租 I'm a mess 上帝 hopeless 停下来 我自己 quick了份工 我在上帝的面前 我再由头学起 钱 在上帝那里 健康 在上帝那里 家庭 在上帝那里 生命 在上帝那里 安息年 安息日 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天天上班 我都承认 回到office 那个安全感 是很特别的 那个是你的皇国 还有一棵树 还要看海景 那个是你的尊严 那个是你的安全感 试试拿走它 我刚刚放完安息年假 我和神学院的同工 和同学分享 这是一个 令人谦卑的经验 因为那大半年 我出入 我不用开会 我不用理事任何的东西 这个世界没有倒下 学院没有因为我不负责行政 就让东西都散了 所以我可以 今天死了 继续那些东西照去 不过我死了我不知道 放安息年 我知道 原来不需要我的 但我以为是很需要我的 我以为没有了我 这个世界就大乱了 我以为没有了我 家里就散了 我以为没有了我 就不行了 原来不是的 令到这个世界 继续运行下去的 不是我 是上帝 不止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 连我自己的生命都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上帝呼召一些人 突然走一条路从来没走过 宣教是我们以前听过很多的见证 现在可能是北上 整个家里突然之间呆了 丈夫掉了上去 五天要在上面上班 怎么办呢 世界末日 不要说 不要让人知道 你还记得这些东西 安息年 突然之间 那年没有收入 上帝说 我给了你了 给了你三年 你放心 信不信得过 那三年 我是用来六十岁才用的 不是现在用的 耶稣说 非了不中不收 是不是 不积蓄在仓库里面 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 所罗门穿带的都不够他 说什么 那些是唱歌 野地的花 小朋友唱的歌 中年人唱的歌 是我们这些能够仿跡 能够决定 我今晚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的人 我们要去学 放下 你看看上帝做什么 安息年 欺恋 不过这个不是唯一的意思 我不想停在这里 虽然这件事我们可以继续讲下去 但很重要的就是 安息年的出产 原来是要给社会上面 那些低下阶层的人享受 承接着这个思想 欺恋是一件什么事 欺恋原来就是 七个安息年之后的第五十年 所以犹太人玩 如果你这么计算 那里是 double的安息年 第四十九年放完安息年之后 第五十年是欺恋 还更加紧要 欺恋就不只是不耕中 不修理 不修割 欺恋就吹割 然后全年就为遍地所有的居民宣告自由 各人归自己的产业 各归本家 意思很简单 欺恋的时候 你卖了什么自己的田产给人 那一年都要归自己 你卖了自己给人做奴隶 那一年无条件成为自由 讲什么 如果我们参考 像刚才讲节旗 如果我们参考另外 春埃及记和生命记的记载 另外两树的经文 同样将节旗 和这些释放奴隶之旅的条文 是摆在一起的 时间不够 我们只是看生命记 生命记十六章 讲如月节 七七节 住棚节 十五章 十五章就讲 豁免年 十五章第一节 每逢七年 最后那年 你要施行豁免 豁免就是这样的 债主要将所借给铃舍的豁免 不可以再追逃 因为豁免年 已经宣告了 借给外邦人可以追逃 但借给弟兄的 都要松手 豁免 你们如果留意 第四第五节 听从耶和华 听从耶和华 你上帝的说话 如果有钱就没有窮人 这个是假象 这个是资本主义社会 给我们的一个虚荒的应许 只要大家都有钱上来 这个社会就没有窮人了 香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看着香港富起来 我们看着香港的贫穷线 越跌越低 所以豁免年 其实要针对的问题 就是在社会上面 有一些人 他们是会贫穷的 而贫穷的人 他们是很难翻身的 豁免年 简单讲一句 就是给他们一个由头来过的机会 用一个很勉强的比喻 在香港叫再培训 虽然这个是很差的比喻 因为再培训 就是都找不到工作的 不过就是说 你本来是六十年代车衣的 车衣的车衣 全世界的牛仔铺都是你车衣出来的 穿胶花的 找到吃的 但是去到八十年代 没有了 那怎么样 再培训 那你做家务助理 你做服务行业 让你能够 从头来过 我回去找车衣 没有的了 新蒲光没有的了 黄大师没有的了 不需要再去找的了 要就上东莞的了 要再上北点的了 去清远的了 再培训 从头来过 窮人 窮人每六年 第七年 他能够由头来过 回到他自己的家 在他自己的地上 地就是经济 他又重新耕种 不再是奴隶 所做的一切 归他的主人 六年可以这样做 圣经很现实 没有在旧约的时期 推翻奴隶的制度 圣经都很现实 甚至去到新约 都没有推翻到奴隶的制度 只是劝腓利门 代他的奴隶阿尼西姆 好像弟兄一样 教会历史上 被我们见到 以忽所后来的主教 主任牧师 的名叫做阿尼西姆 是不是同一个人 我们不知道 不过 如果曾经请过 使徒若汉 做主任牧师的教会 竟然跟着 有一个奴隶 做主任牧师呢 在当时就真的是 一个很震撼的决定 但是整个社会 还是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是何时 才所谓推翻 如果说美国 就说南北战争 说英国 就说复兴运动 不再一车一船 一船不是一车 船一船的黑奴 运动到西方做奴隶 奴隶制度 是不是真的消失了 今天 你的收入 是给谁的 你计算一下 你知道我们还在做奴隶 不过不要说给谁 我们仍然在做奴隶 不过现在我们心甘情愿 埃及好 埃及起码有800尺 向东南 无敌海景好 埃及的奴隶 豁免连 因为你们中间这样做 就可以针对贫穷的问题 你说太过理想了 是的 生命记不是理想主义 所以你读下去 虽然我们没有时间 续节看 不过我想你看下去 第十一节 原来这个地上的穷人 是永不断绝的 所以我吩咐你说 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佛的弟兄 松开手 你说这节和上面那节就是矛盾 上面答应没有穷人 下面就说永不断绝 这样读圣经就没得读的 这是幼儿班读圣经 针言都说得好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回答他们 这个上一节 下半节 要照愚昧人的愚昧回答他们 哪句对 成年人我们应该明白 审时度势 对这个你不要照他这样说话 你跟他说 照这个人 你照他跟他说就可以了 你都会分的 common sense 正经不是说一些很复杂的东西 这一句common sense是什么 面对社会贫穷的问题 第一 穷人永不断绝 一日在今生今世里面 一定有穷人 于是我们的选择就是 那我不管了 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就不管了 我就自己积蓄财富了 不行 你要向穷人 松开手 你要 爱你的鱼舍 在你的范围里面 你要帮助他们 这样 你就可以帮助到 你们中间的穷人 从头来过 是这么现实的事 安息年 还有进一步的意思 就是作神的子民 讲着圣洁的生活 不是一个在宗教 在这个礼仪 属灵生命的操练上 无瑕无痴 雅各说得好 其实旧约圣经的教导 在新约 再再都重复 说回出来 雅各书 第一章 二十七节 在上帝 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 没有尖污 的虔誠 是什么 雅各说 就是看顾 在患难中的孤儿寡父 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没有冲突的 虔誠 和社会责任 传福音 和关心穷人 维护弱势社群的权利 和做一个虔誠 侍奉爱主的基督徒 是一件事的两面 不是两件事 清洁 没有尖污的虔誠 作为上帝 所拣选的子民 上帝给我们的吩咐 在安息怜 欺怜 这一类的条例上 没错 一个很深入的 神学的意思 生命是谁掌管的 我们的生命 在自己的手中 在上帝的手中 哎呀 真是好 好 好 到辱啊 这个这个提醒 不是 不是不只是头脑的知识 神学的知识 不是 欺怜 安息怜 同样 是针对 在我们身边的弟兄 正如 将利美记 第三十九节的一段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树 漸漸穷佛 将自己卖给你 你不可以叫他 好像奴仆那样服侍你 他在你那树好像故宫 是寄居的服侍你 直到欺怜 欺怜的时候 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 一同出去 归回本家 到他祖宗的地业那树去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不可迈为劳博 他不是你的劳博 他是耶和华上帝从埃及 救赎出来的劳博 那个主权都是在上帝那里 所以对人 对地 经济 他是欠我的 这个弟兄穷佛 我出钱熟了他 他就卖了给我的了 两三年又没事了 拍下他的身体走了 这样还得了的 圣经不是这么说 欺怜要等多久 五十年 一个人生有多少个五十年 一个 是吗 他不是刚刚在欺怜之后卖给你的 好 等二十年 等十五年 下一个欺怜他等不了 死了 但是在他的一生当中 他欺负一个翻身的机会 是吗 在你的手上 上帝说你给他一次 重新来过 欺怜送他全家 回到自己祖宗的地上 从头开始 是一个这样的要求 是一个这样的要求 不是叫你 年年倾家荡产去帮人 没有 圣经不是说这么理想的事 我们经常以为圣经是这样 没有穷人 不是 穷人永不断住 我帮了几个 他来问我几次 瑶书人七十个七次 借钱给人七十个七次 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 圣经说 一生当中 一次欺怜 在那一次 你欢欢喜喜 连瑶大岸 如果用路教夫有这个说法 你知道没有听死的字吗 上瞻下流 你没有读新约圣经吗 有应该明白 风风富富的送他回来 你怎么送你的非荣退休 计算到少数位后 四个定点 一生人一次的 是吗 一次的 圣经就是说这些 我不是很吃虧 地是属于哪个 金钱是属于哪个 财富是属于哪个 健康是属于哪个 人是属于哪个 他又是为你打工 是你养活他 是你给他在家里面 又建屋又买地 上帝 上帝猜显距离 帮助你的家 上帝透过你 养活他一家的人 约失气不是这么说吗 约失不是说 你们卖我来埃及 读清楚一些创世纪 约失说 上帝猜我来埃及 他是个宣教士 我们今天从来都不会用 猜显这样的用法 我沦落到这间公司 不知道怎么挨我 上帝猜你去的 不是 上帝猜我去的 我来到这间教会 上帝猜你去的 不要怨 上帝猜你去做什么 约失说 你们的意思是埋我 约失很现实的 你们是想害我 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唯要保存多人的生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谁是生命的主宰 谁掌管一切 是你和我 我们机关算尽 是吧 寸草不生 是上帝 我们就发觉 极邪恶的动机 十个阿哥 是要杀他不见血的 上帝竟然可以扭转过来 成为祝福 不单止以色列的后代 也都祝福埃及 甚至整个迦南 在饥荒的当中 保存生命 地是谁的 经济是谁掌握的 香港今天 是谁搞得不好 我们很容易说个名字出来 是不是真的 什么报纸这么说 基督徒又这么信 你信谁 难道我们信政府吗 不是 我们信上帝的 我们是有信仰的人 我们的生命 我们今天活在香港 哎呀 我一走就好了 谁猜献你 在这个时候 在香港 是上帝 你在电视上面 见到几个医生 有几个是我教会的弟兄 沈祖遥弟兄 他的弟弟 一家住在我楼下 同一层楼 哎呀 我不要按升级了 上帝猜我们 在香港 上帝猜献我们 在这一层 上帝掌管 我们要做什么 为什么有欺怜 为什么上帝祝福 我有葡萄园 为什么上帝 可以给我有这么多 职触 为什么上帝 给我有能力 可以请工人 为什么上帝 给我 可以管理 这么多人的生计 上帝 上帝摆 我在这一树 哪个作主 你还没记得 这些的 calendar 说的不是一些 礼仪上面 的条文 是我们 安身立命 那种方向 下一堂 请你先看 好吗 因为下一堂的经文 很细微的 很长的 很难看的 所以请你 最后一次 二十六 二十七章 我们会讲完两章的经文 所以请你先看 做完笔记也更好 你告诉我 这两章是什么 我们试试下一次 大家对一下 看看我看到的 是不是你都一样看到 我们同心祈祷 天父在一个艰难的日子当中 我们很容易会埋怨 就好像在旷野的日子 我们不是想回埃及 就是觉得 何必四十年漂流 无意思 我们很想离开 脱离这些的压力 离开这些的风险 我们很留恋 一个安乐的日子 以至到一个地步 有时我们忘记了 在世上 我们是一定有苦难 忘记了我们的家乡 不在我们地上的家 忘记了我们的满足 不在我们手上 所建立的这些 会扭坏 会过去 会消失的事物 忘记了我们的生命 不是单单 这几十年的风光 主啊 主啊 赏免我们 因为忘记了这一切 我们再说我们是你的子民 就很空洞 就只有星期日的责任 就只有一些 好像义务工作 的活动 求主赏免我们 求主赏免我们 特别在这些考验的时刻 主啊 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再一次问回自己 我们生命的把握在哪里 我们每日的生活的健康 是在哪一个的手中 我们所赚的金钱 是谁给我们 我们生命的年日 是为哪一个燃烧 我们人生当中 值得庆祝的时候 又应该将荣耀归给谁 主啊 你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你教导我们 走在 遵行 你的解明 走在你的心意当中 多谢你 因为我们作为你的乙女 你的说话 就是我们生命的良性 感谢你 多谢你 谁听我们不配的吐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诚心所愿